大家好 我是华鲜猫哥 今天是5月30号 我身处地方呢 是全国最大的二十手机批发市场 为了讲述呢 真是老黄情 首先呢 是这个15普罗麦克斯256G的无锁的机器 像这种准新橙色的价格也是可以说是非常贵的 像这个我们拿货都得六千四 然后给他改个单卡的话 是吧 再赚个两百块钱 差不多到你们大家手都要667了 但是现在呢 全新的一个 呃 白补的下来一个15普罗麦克斯7500都不用到了 所以说 先如果说你考虑15系列的全新的 或者说考虑14系列的国行的 就全部建议大家上一个15系列的全新的 因为毕竟价格真的是太优势了 二手跟新机的差价呢 非常的小 这个呢 是14普罗一般18G的 每一版有所的卡叠机 这个机器呢 价格非常的便宜 只要我们是两千八收的 然后这个机器为什么这么便宜呢 关于本机那里呢 有三个正品团窗 啊 这种正品团窗呢 拿货了就会便宜一点 其他方面呢 它都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六位的其他区别都是没有的 像这种机器也是官方的一个部件 也不说第三方进行维修什么的 我们拿货呢 就这样子 没有哪个第三方的一个华强北的商家会拿着这种手机拿着去苹果官方去维修售 售后 因为它所需要的成本价格是非常高的 这个呢 是13mini 一般是8G的 目前这种橙色呢 有点小科捕 拿货了大概是2000块钱 国行的原生单卡粘贷 啊 这个13mini呢 什么版本 它都是单卡的 没有任何的区别 所以说你不用在乎一个美版 或者说其他成本版本 因为就美版的外形上 可能说在边框上面有个5G的毫米波 那种边框框 其他方面它都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区别 13mini呢 目前这种机器 还是受住人数会比较少一点 可能说要的人也会比较少 但是它的屏幕的价格比13还要贵 这个那是XS Max 256G的 将这个机器呢 我们是1400收的 这个机器呢 为什么稍微便宜一点呢 因为它的屏幕的右边有一个非常细小的一个彩点 你看 看我大拇指那里可以说非常的细小 比正常的机器的行情大概少200块钱 这种基本上是可以使用蝴蝶不计的 那然后这个机器也是更换了一个电芯 其他方面呢 都是原装的 像等这种机器呢 我们要遇到才有 经常有很多秀利要我跟他说 找点什么屏幕瑕疵的 漏页的 我们要遇到 你要去找 它不一定有 就要无心插扭 是吧 这种这个呢 是平板的21普洛 128G的11寸的插卡 这个机器呢 也是比较便宜38收的 它的边框呢 就是这个看我的大拇指这个下端有个小凹痕 这种机器呢 就比一般机器会便宜几百 当然这种插卡版本 它是支持5G的 所以说会比wifi的贵个好几百啊 像其他的老型哈 如果说只能支持4G的 其实插卡版本比wifi版本呢 它贵不了太多的钱 这个呢 是12pro max 早前的白色的边框 看上期视频呢 是比较花的 咱们花个25块钱 把它边框了 抛光了一下 可以说恢复了全新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啊 这种机器在我们华下边很普遍啊 这种操作 但如果说想了解其他机器真撒谎 其实呢 都会在都可以在评论下留言 你们的问题呢 奥哥都会一一详细的回复 感谢呢 大家的支持